曾国藩与宁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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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后三年内 该县荒无人烟 许多村庄空无一人 真是千封利利人意 史 欢呼小书鬼唱歌 洪秀全创立的伴上帝会 是变相的基督教 这种教育影响下的农民运动 无助于解除广大农民的疾苦 太平军后期军纪废尺 在各处烧杀银略的劣迹 倒是重伤了农民兄弟 洪秀全集团成员 订多天经后 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 腐化堕落 太平天国司法上 采用的酷刑如杖刑 夹刑 点天灯 无马分尸 斩首示众 包人皮令人发指 这些迹象表明 即使他取得全国准权 也无非是改筹换代而已 并不会给农民带来福音 太平天国运动 虽然有打击贪官污吏的作用 但严实所到之处生产力倒退 经济衰败 宁国县所遭受的兵呆 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 征教太平军中 曾国藩履历 晚南曾国藩自博函 套笛省 生于乡乡县一个地主家庭 道光十八年 一八三八年考取进士 两年后受汉林院检讨 为军机大臣穆张阿的门省 从窝人 唐县讲习成朱礼学 一 八百四十七年 卓生内阁学士 一八四九年任礼不佑侍郎 一八五二年属立不左侍郎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 太平田国起义 在广西金田村爆发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攻占金陵 改名天津 并定督于此 清政府为镇压太平田国 在天津城东孝陵位建江南大营 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并指令各省举办团练武装 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官僚地主的曾国藩 为抗击太平军 于一八五三年初 以在集市郎身份 在湖南募兵训练 以五百人为营 营霞四少 少侠八队 四年二月炼成乡军陆师相拥 水师 三月发布讨阅匪习 指示太平天国革命 是开天辟地以来名叫之奇变 率军阻击太平军对长沙的进攻 并出省作战 从此走上至军征战的道路 成为清末湘军首领 一八五四年秋 湘军攻陷岳州 武昌汉阳 在田家镇击败太平军水师 近为九江 一八五六年春 因路师 在江西湖口被太平军打败而退守南昌 同年秋太平天国发生洋为事件 湘军乘机夺取天津上游的军事重镇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 令李续斌率湘军主力六千人攻三合 被太平军歼灭 选以曾国权及自营为基础 扩充实力 一八六零年八月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 四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截至这 苏 满 盖四省军务 一八六一年九月 都湘军攻陷安庆 杀太平军一万余人 一八六二年春 派左总堂率湘军 由江西入这江攻杭州 派李鸿张率淮军从安庆到上海 火同鹰人戈登的长盛军 法人德克杯的长杰军进攻苏州 长州 借洋人驻脚太平军 令曾国权率主力从安庆围攻天津 自己驻守安庆策应三路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攻陷天津 受封义等侯爵 加太子太保 晚南地区是太平军西征扯干 回原天津的必经之地 前锋十年一八六零六月 曾国藩在齐门 县设大营 整讯团练 此年三月一驻东流县 驻扎齐门九个月间 宁国县或许有他的旅计 三、曾国藩对宁国县的认识和影响 曾国藩是清末第一重臣 文武兼备 其诗文俱佳 有曾文政公权及形式 对太平军作战并最终取胜 为秦政府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人称其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座精神偶像 他博文强计 对军事要地不可不查 举凡兵家于天文地理不可不实 宁国不仅是晚南地区的气象中心 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东接杭州 南接徽干 西望安庆 北通金陵当代抗战期间 宁国县是国统区的前方 轮陷区的后方 驻军在此集结换防 再次证明了宁国军事位置的重要 从玄丰六年1856至同志三年1864 太平军在宁国县境与清军展开拉锯战 十九次制度 太平军十次攻克县城 在征较太平军的过程中 曾国藩很看 中宁国县军事位置的重要 曾说 法逆盘踞金陵 万言苏 这 板 鄂 江西等上 所战棒将各成 为我所必争者有三 约金陵 约安庆 约吴胡 不棒将各成 为我所必争者有三 约苏州 约罗州 约宁国 曾派报钞等将聚守宁国 1852年到1871年 他在外忙于军务 还时常寄信给两儿寄则 纪红 在曾国藩教子书中 就有几封信及几宁国 如同志元年18629月14日书信中说 为宁国县城于初六日尸首 孔雷指太平军猛扑徽州 京德 齐门党城 又孔习游建到静窜江西 书可深律 在太平军与清军相互征战中 江南地区各县军出现人口巨减的情况 或亡于战争 或死于温义 或逃亡于外 鉴于苏网干抛荒严重 民政废持的情况 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同志四年1865 两江总督曾国藩 采纳薛福成 适年以复共入曾国藩幕府 后随李鸿章办外交 是近代改良主义者 清末外交家的建议 上书朝廷要求实行赵肯申科的政策 得到云准 清廷照领从人口密集的湖北 湖南 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 允许其移民插标画田 历届为山 据是卫家坊屋主前山 坊屋 移民均可自行划分 据策城报领平后变位积产 安徽省也颁布了开肯荒田当城 宁国同晚南各县一样设券农局 以肯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 清廷照领下达的前一年 已有辉州、福建的少数客民 迁入宁国县 同志五年1866起 则有湖北、湖南、河南等省 及省内安庆等地大批民众携带家口 来改宪肯荒重地 光绪连监镇南人迁入 两湖、河南移民大批先入 人口才建都 光绪七年1888年4月2日 清清纯与肯重荒地的客民 加入宁国县级 其子弟可在当地入籍考试 同志八年1869 宁国土著人口仅104人 清末移居宁国的客民 以数位于土著人口 大量客民的加入 使宁国成为移民血 使宁国现情发生变化 一是很多山地被开垦 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 湖北人多局平凡 种植水稻 安庆人多在山区开荒种玉米 奢族人披荐梯田 二是各地生产技术得以传播融通 三是呈现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方言 四是带来了各地的民间文艺 如安庆的养草的 奢族的盘歌 湖北的花鼓调与皮影戏 河南的汉船 彩车 南陵县的牧连戏 而且与宁国本土文艺融合 如宁国本土文艺融合 如宁国南花鼓戏就是湖北花鼓调 河南民间登曲 宁国民间歌舞河流而成 五是各地各民和土著人并存余资 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宁国精神 不排外部封闭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 从而为今后创新发展 奠定了民情基础 四 曾国藩包奖宁国才子 朱云曾国藩善于发现 提携人才 左宗棠 李鸿章等名臣出自齐门 他统辖的湘军阵营就人才济济 同志三年1864 两江总督邓国藩 在金陵开科取士 其中有宁国县才子朱云中举 被授予奉政大夫 花灵同志县 拣选之县 朱云于1887年到1910年 历任青阳县殉岛 宿宗县殉岛 归州府教授 先后转修青阳县制 九华山制 宁国县制徽郡制 为碗南文化建设 做出较大贡献 擅长书画 正 草 礼 传 新时俱佳 甚至用竹签作画 精通音律 喜好措施 谈心 他九岁始作六升图 于同志二年1863写成山门新语出稿 后经数十年的修改充实 创立六升运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再次坎坷 该书阐述精微 庞征博引 成为有较高价值的音韵学专著 成书之前 曾国藩就发现了周云这个音韵学人才 对其所作六升图提词千载神物 奏请光绪帝授予周云二品教官称号 亲自赠送六升堂金字匾 并赚连二品教官天下舞 六升运学古来舞 仪式讲业 论及宁国市今日之发展 太平云战役后 大规模移民先居宁国市为历史渊源 而这一政策的推行 却与两江总督曾国藩有关 作者信宁国市地方至办公室工作人员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稍等坐